我在想母亲的病 我许一个月 如果能射中那支烟 母亲的病就会好 那我们一同把它射下来如何 好 以烟为事又亲安 却因新城半生残 大家好 我是二冕顾 李世民为了免高赠生一死 决定去南郊跪拜三日 每天只吃一顿素食 以此谢罪于帖 可还没等出法 百官已经跪在太极殿外一整天了 求皇上不要自罚 李世民一看 大门都堵住了 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但是体罚可免 罪则难逃 于是下了罪几诏 给自己列了三条罪名 一 知人不明 错用了高赠生 二 以私乱法 包庇了高赠生 三 讲罚不明 处理不公 以三条罪名 告罪于天下 若思三者 喜得无故 以公故见 且一来请 谢陛下 这高赠生的事解决了 遇迟静德的事又续上了 上集无故殴打朝廷命官 虽然有李世民的说情 可还是被有心人给捅估了 我们是手足兄弟 别人说你要谋反 我问你 别人为什么要这样说 遇迟静德本就是粗人一个 不会说什么大道理 更不善于辩解 被人诬告 他只当过耳先锋 可如今李世民听信他言 怀疑自己 见耳寻职 对他来说 比死都难受啊 随即撩开朝服 后背上一道道伤疤 赫然出现 每一道都是与李世民的一次出生入死 每一道都凝聚着君臣之情 他们在告诉李世民 如果我们都不能代表忠诚 那什么才是忠诚 得到了李世民的信任 遇迟静德委屈得像个孩子似的 为了避免他人口耳 遇迟静德离开长安 出任下州都督 到此 李世民为了属下的烦恼解决了 接下来说说他的儿子们 自从李成前加冕之后 李世民就放了少许权限给他 让其适应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发现其政治头脑尚可 这样 今后我离开京师的时候 就委托给你了 陛下放心 我听说你过于喜欢游恋 有这事吗 狩猎是为了训练军事 我身为太子 不能荒废军事 我知道知道 我知道是为了军事 我说的是过于喜欢 没有 随后李世民把张玄树上的奏掌 丢给他 在证据面前 太子只能含恨道歉 忍奋离去 回到太子府 故意以鼓声惊动恭敬 引来张玄树的劝解 随后 当着老张的面 把大鼓摁地上 一顿斧凿搅催 张玄树明白 这是冲自己 得了 以后少管闲事吧 有手指 我这么做 对吗 气度这一块 他李成前和老弟 还是有差距啊 另一边 岳王李太正听着围挺忽悠呢 说他李二肥的聪慧 早已在太子之上 天下人皆知啊 身上更是有当年秦王的影子 当年陛下之所以取得胜利 他的文学馆发挥了很大作用 文学馆有什么用啊 第一 可以增加陛下的注意力 第二可以笼练一批人才 第三 可以扩大越王的影响 那就建立一个文学馆啊 建一个 那玩意没有皇上批准 怎么可能说建就建呢 需要契机 那契机何来呢 维廷给的建议是 著书 正好您喜欢读书 小书一著 借口自然就来了 我最想编一部书 把古今各地的地理志通编在一起 你说在手 天下如同在握 维廷想了想 岳王如此有心 他日必将德高望重 此书叫高德地图如何 你赶紧滚一巴拉的去吧 高个把吧 老子早就想好了 叫阔地志 岳王雅有天下之志 为臣赶佩之情 由衷而发 特想岳王道贺 这八字没一撇呢 就开始表中站队了 画面一转 经过多年的操劳 长孙皇后病倒了 现在是能看的医生都看了 该吃的药也都吃了 按眼下人类的手段 怕是治不好了 李称钱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打小就跟妈亲 他对长孙皇后的敬爱 绝对是发自肺腑的 看着虚弱的母亲 自己该怎么办呢 都说当人力所不及的时候 只有祈求未知的力量了 我看就求父皇 剃毒人到寺里 赦免求饭 求佛保佑吧 听着儿子的话 当妈的心里暖呢 可是自己一生都在助人积善 佛如果真想帮我 我也不会躺在这里 最后叮嘱他 一个要做帝王的人 不要有私心 应该心纳天下 李称钱连连点头 却没往心里去 第二天就上了奏长 求老爹大舍天下 保母亲平安 我看是你请求大舍 我只能决断朝廷的一些小事情 像这样的大事 是陛下才能决断的 李世民很欣慰 百善孝为贤 有如此孝心 方可纳百川 准了 随后考了考太子的绝世能力 对于高增生的事 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处理呢 调查 那么你怎么判断你调查的结果呢 再复验 你怎么判断你复验的结果呢 一件事情如果有隐瞒的话 常常两次说的会有差别 再从差别当中再复验 好 眼见儿子如此睿智 当爹的高兴啊 大堂后继有人呢 爷俩一起看了长孙皇后 皇后提了两个要求 一 死后减脏 不得铺掌 二 取消大赦 避免口舌 看到老婆如此决绝 李世民只能顺从 好 听你的 不大赦 眼见自己做的一切 被老妈否了 这里撑钱心里就郁闷 心思出去透透气 走着走着 无意间听到几声艳鸣 突然灵感乍现 他要许愿 如果自己能射中其中一只 母亲的病就会痊愈 旁边的彪子跟了一句 好 既然好 那就干吧 俩人你一见我一见 这就开射了 大艳无语啊 你说你救你妈 你射我你干嘛啊 边埋怨边飞 这飞呀飞呀 就飞到了太极殿的上口 李承前旧母心切 脑袋也大条了 将皇宫归制 全部抛在脑后 一剑就定入了太极宫 陛下 有剑射如宫中 谁在射箭 还不知道 回家 是 李世民妖怪长剑 站定宫门 双眼如俊 巡视危险 以保皇后周全 老爷子这边都活了 外面俩镖子还射呢 直到御林军出现 才知道 闯了弥天大祸 太子 剑射如太极弓了 快跑 我 我 我 都说心虚者慌 慌中避乱 跑出不到二里 李承前 竟直创上了一棵大树 由于惯性使然 腾空而起 狠狠地摔在地上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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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在此 太子 太极宫这边 皇后担心李世民的安危 拖着弱曲出来相伴 当看到剑射上刻着 太子成前自作孽 六个大字的时候 长孙皇后的魂都没了 真是李云迪遇到朝阳群众 怕啥来啥呀 太极殿上 太子李承前 是被御林军拖上来的 房玄龄看到太子的腿上 吓得脸都白了 陛下 太子他 被升为太子 占世 为什么管不住太子 此时的李世民 再一次犯了邪病 把张韵谷的死 抛在了脑后 丝毫不给众人说话的机会 陛下 陛下 闭嘴 禁闭太子 是 陛下 陛下 持去你的一切官职 退出宫去 陛下 陛下 太子冤枉啊 拖出去 是 眼看气氛有些压抑 太监总管 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使了一个眼色 俩小太监 叼叼地去擦血 此时脑袋发胀的李世民 看见有人在那蹭过 不禁生疑 你们在那干什么 啊 陛下 你儿子受伤了 流了一大滩血 这不 正擦你吗 受伤 可不咋的 骑马卡了 骑马 怎么回事 随后 太监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太子为母担忧 以艳为事 勿设进攻 陛下大怒 雨林出动 太子仓皇 物装大树 重心不稳 跌落于土 咔嚓 腿折了 冒血了 李世民看着带血的麻布 心里一丝愧疚划过 来到病房 他知道此时最担心成钱的 就是老婆 把事情原委倒了一遍 让老婆放心 都过去了 到此 设宴一失落幕 可是成钱这一举动 不但没有换来母亲的康复 反而让母亲多了几分担忧 自己还落下了腿急 更倒霉的是房玄灵 无缘无故被罢了官职 你说老房他妈招谁惹谁了呢 下集 太子因为腿急而心烦意乱 越王李太趁机表现 深得李世民青睐 俩兄弟就此结下了死结 长孙皇后也到了游进之时 临死前 求李世民答应自己三件事 这是毒药 自从跟随你之后 我每天都带着他 我发过誓 你要先走我一步 自杀 追随你 我可不想 像杭高做的灵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